增防分組高雄查詢隊接獲情資掌握偷渡集團載運越南籍偷渡人士來臺 在4月13日晚間會同相關單位在高雄外海七海旅處查獲國籍的金順滿一號漁船載運久餘七難 共26名越南籍偷渡犯企圖偷渡入境 全案依違反陸出國移民法送辦 而這沙沃國籍金順滿一號去年9月載運35名越南偷渡犯在墾丁海域搶灘時遭海巡攔破 該集團再次更換為無前科船長船員架船 以為能躲過海巡發言 未料海巡早運用大數據分析精準掌握 並通報巡邦區進行侵入統合 吊派三艘巡邦艇進行人解圍捕跟暗記兵力的埋伏 並運用海巡徵收拳靈敏嗅覺 針對漁船進行密艙清查即使籃竹漁船載運偷渡犯闖關入境 可能造成的防疫破火 另外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防疫安全專案小組均全程的佩戴 防護衣、口罩等防疫裝備及實施檢疫措施 經檢測船上人員均沒有發燒與呼吸道等症狀 並依外籍人士入境規範管制14日進行安置確認提防 後續將一規定完成防疫安置作業程序後 移送移民署收容